多数人都会觉得吃蔬菜对于肝脏比较好 且不知道有一些蔬菜吃了对于肝脏也是不好的 那么也就会对肝脏造成很大的伤害 为了我们的肝的健康 以下四种蔬菜就应该要注意了 第一,没有根的豆芽 其实在市场上经常看到一些没有根的豆芽 特别是黄豆芽在生长的一个过程中 要提高质量无根的生长 那么商家也就会添加除草剂 这种除草剂含有致癌物质 豆芽在生长的过程中吸收了这样的癌物质 在人们吃了之后 无根的豆芽也就会给身体造成伤害 增加了肝脏的解毒负担 二,烂掉的生姜 腐烂的生姜也就会产生一些毒素 那么这样的毒素在进入到人体之后 会给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死亡 都属于习惯性的把姜烂掉的部分切除之后再继续使用 他们觉得烂姜不烂胃儿 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对的 其实生姜虽然说只是有一部分坏掉了 那么产生的有害物质可能已经蔓延到了其他的部分 如果是不顾后果吃下去 也就会让身体受到比较大的伤害 三,长期存放的老南瓜 长时间存放的老南瓜那么含量是比较高的 也就会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 就会让南瓜肉变质 吃了这样的变质的南瓜之后 那么对于身体的健康也是不好的 也就会增加了肝脏的一个负担 所以说吃南瓜的话最好就应该要适量 千万不要一次吃太多 四,未成熟的西红柿 很多人喜欢吃西红柿 因为西红柿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没有成熟的西红柿 还有一些对于身体有毒的物质 在人们吃了之后 很有可能也就会出现头晕恶心 或者是呕吐的情况发生 所以说没有熟的西红柿 最好就不要端上餐桌了 不然的话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食物都是有利有弊的 那么在生活中就应该要特别的去注意这样的食物 也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所以说建议就不要吃了 肝脏疾病的货源也是有很多 下面就来说说导致肝脏生病的这个食物货源 因为在人们饭桌上胡吃海喝的现象 也会给肝脏带来莫大的痛苦 肝不好饭桌上不要再出现这四样的食物 吃了伤肝或是加重肝病病情 肝不好的人哪四物需少吃 第一种食物发霉变质的食物 节俭虽好 但是我们得用对地方 有的人会把两三天剩饭 或者是饭店打包回来的饭菜 会在第二顿热热继续吃 这样对我们的肝脏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在我们所吃的食物当中 其中含有一定的淀粉和蛋白质以及一些水分 这个就为霉菌和虫卵生长发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使用霉变食物就失去了节俭的意义 而是对身体的不负责 尤其是对肝脏和肾脏的不负责 毕竟进入身体的食物是需要进入到肝脏进行分解的 一旦使用肝脏就会跟着受苦受难 第二种食物辛辣刺激类的食物 有的朋友口味淡吃不了辣 有的朋友吃辣是非常的厉害 就算是变态辣都会不在话下 吃辣你是很爽辣 但是你有想过你的肝脏吗 你知道辛辣刺激一类的食物很容易对消化系统造成刺激 而且还会导致体内湿气加重 而肝脏也属于消化系统器官 肝脏不好的朋友本身驱失排毒的功能就比较弱 再加上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加重或难以控制病情 因此肝不好的朋友要尽量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 第三种食物经加工过的食物 虽然加工过的食物吃起来让你的味觉是欲罢不能 比如辣条、火腿肠、瓶装罐头等等 尝起来是美味的不行 但是就在你在一饱口服的时候 这些加工过的食物正悄悄损害我们的健康 因为长时间进食这些食物有害物质在体内堆积 可能会增加肝脏排泄毒素的负担 这样肝脏出现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还是要多吃天造的、少吃人造的 第四种食物烧烤食物 烟熏火燎的烧烤在路边随处可见 有的人嫌弃不卫生 而选择不吃 有的人却因为味道的独特 吃的是不亦乐乎 殊不知 经过烟熏火燎烤的食物容易在高温环境下破坏食材的原本营养价值 而且高温环境下很容易产生有害物质 从而让肝脏排泄毒素的负担加重 无形中也会让肝脏受到损伤 实在是特别想吃的人润 一定要烤熟 并且一定要适量避免过于辛辣刺激 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比病症 绝对不会一下子突发 肯定是有一个累计 循序渐进的过程的预防肝病的发生以及泛滥 得先从管住自己的嘴开始 瘦生活节奏加快 工作压力增大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睡眠问题 夜里一 二点还睡不着 早上起床昏昏沉沉 长此以往 不仅影响工作效率 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那么 有哪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 一觉自然醒呢 接下来将介绍几款助眠食物 让大家拥有一个好梦 一 牛奶 牛奶中含有二种催眠物质 色胺酸和泰类 色胺酸可以促使大脑神经细胞分泌 无强色胺 有助于安抚神经 泰类则具有调节生理功能的作用 让人感到舒适 对于体虚导致的神经衰弱者 牛奶的安眠效果更加明显 建议在睡前喝一杯温热的牛奶 有利于入睡 二 香蕉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 铭 甲元素 以及氨基酸 色胺酸 铭和甲元素 能够帮助放松肌肉 缓解紧张情绪 而色胺酸在人体内 可以转化为五抢色胺 进一步转化为褪黑素 有益于调节睡眠 因此 晚上食用香蕉 可以帮助改善失眠状况 三 燕麦 燕麦中含有大量的N 以鲜无假氧基色胺 也就是褪黑素 褪黑素 可以帮助调节睡眠 改善失眠状况 晚餐时 适量食用燕麦 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 四 杏仁 杏仁富含铭元素和蛋白质 这两种成分 都可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 研究发现 缺乏铭元素的人 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 所以在睡前吃一小把杏仁 既能够满足口腹之余 又可以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素 帮助改善睡眠 五 核桃 核桃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蛋白质 钙 酶等营养成分 其中 钙和酶元素 有益于神经系统的稳定 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 可以滋养大脑 改善睡眠质量 适量食用核桃可以帮助缓解失眠 六 蜂蜜 蜂蜜中含有一种名为葡萄糖的天然糖分 它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从而促进次胺酸的吸收 另外 蜂蜜还具有镇静作用 可以帮助缓解压力和焦虑 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 在睡前喝一杯温水中加入一勺蜂蜜 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进入睡眠状态 七 红枣 红枣是一种富含维生素C 铁 钙等营养物质的食品 这些物质可以促进身体产生血清素和退黑素 有助于改善睡眠 此外 红枣还含有一种名为黄酮类的化合物 可以舒缓紧张情绪 促进睡眠 所以晚上适量吃红枣可以帮助缓解失眠 八 小米 小米中的色胺酸含量丰富 还含有大量的淀粉 能够增加饱腹感 晚餐食用小米粥 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 增加色胺酸进入脑内的数量 从而有利于改善睡眠质量 九 莲子 莲子具有养心一皮 养血胺神等功效 莲子中的芳香带 莲子碱等成分具有镇静作用 每晚睡前喝一杯糖水煮莲子 可以帮助改善失眠问题 十 葵花籽 葵花籽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微料元素和维生素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提高脑细胞抑制机能 发挥镇静安眠的作用 晚餐后适量食用葵花籽 有益于消化和睡眠 通过选择正确的食物 我们可以有效的改善睡眠质量 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当然 除了饮食之外 良好的作息习惯 适当的运动 心理调试和及时就医 也是改善睡眠的重要因素 让我们共同努力 享受高质量的睡眠 迎接美好的每一天 再来 好好好